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出来一些 悬外之音 就是你离开一个大学 问一个敏感的问题 美国的大学里面的歧视的问题严不严重 严不严重 如果 严重或者不严重到底是哪些问题 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我的 看法的意见 我今天第一次把我的真实想法 谢谢 这个这个有几点 我说的话 也有可能是冒了一种危险 我们大学可能会不高兴 也有可能会冒犯一些人 但是我今天说的绝对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体会 我们的观众不准你告密啊 谁告密 我就找谁算账 我把我这个经历告诉大家 大家自己看 这个算不算歧视 首先 我 考取 我当初 好不容易被录取 罗洋 这样一个职务 在洛杉矶 我很喜欢洛杉矶 我去那教书 那是个tenure track 就是说 我去了之后 我是 有终生制的可能性的 我只要表现不错 6年之后 我就可以在那个学校拿到终生制 这个叫做tenure track 他跟一般的这个工作又不一样 很多这种工作不是tenure track 我去了 我租了一个油耗 去到这个地方 满怀信心的去那个学校 这个学校给我的第一课 我们把它叫做当头一霸 就是这个第一课 就是 现实是什么 因为我在去的过程中间 我自己租油耗 自己 驻旅馆 开去 当初我在这个 Memphis 教一年书 Memphis University 教一年书 从那个地方 装东西开去 这个长途走 因为这个关系呢 等到我到学校的时候呢 我的信用卡已经 信用已经满了 当初的信用好像2000多块钱 我都不记得 但是因为我又住旅馆呢 又吃了住啊 又借 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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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耗啊 又加油啊 什么之类的 到了我那之后 满了 我是夏天到了 到了之后那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 没有办法住旅馆 因为我要住旅馆的话 我的信用卡就不接受 我当场去了一个旅馆 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你的 信用卡 你信用卡满了 我身上的现金 当初时候也没想到出去提了 现金放在身上 所有的现金都 已经用光了 剩下来没有十几块钱 所以那个地方的旅馆都说 我们不会让你住 于是我就到了学校 那天已经晚了 已经傍晚了 这个学校有门卫的 这个学校好像24小时有门卫 因为他们晚上学生也会半夜三分回来什么之类 我那天到的时候就天黑了 我就跟门卫说 我是我你们这是新招的教授 我刚刚到 我车 开进来行不行 他说没问题啊 他就让我开进去了 我在油号就开到校园里面停车场 听好了 然后我就跑到他们办公室去 没有一个人在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人 是个教授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是新来的教授 我说能不能 你们这里能不能给我的办公室开个门 让我先住一下 他说我是政治系的 他说我是政治系 他没有说我是政治系主任 他说我有政治系的 我说我在政治系有这个教授休息室的钥匙 我没有在这个 我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秘书处 所以我不能拿到你的办公室的钥匙 他说我可以把教授休息室给你开了 让你待一个晚上 他就去拿了 我就跟他去拿 跟他去拿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门上写了 他是政治系的 他就给了我钥匙 我就把他们教室休息室开了 然后我就去我车上拿了两个垫子 我车上正好两个小沙发可以折起来 这种这种沙发的东西放下来 我太太跟我女儿就睡觉了 我就睡在这个旁边的他们休息室的沙发上 就这么简单的事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变成一个重大新闻 就是有这么一个中国来的这个教授 居然没有钱住旅馆 住在我们教室休息室里面 脏不去说他多丢脸 好了全国重大新闻 首先对我发难的是秘书处 跟我说你凭什么东西住在我们这里 你知道这样你就又脏又不卫生 你又使我们学校丢了野面 你知道吗 我说我是这里新招的教授 我的credit卡全部都光了 我说我没有地方住 除了一处的街上 我只能住住 我还有个孩子 我那个时候孩子还想 我说我没有地方去 他说我不管你的理由 我也不管你什么信用卡 这是你私人的事情 这时候是又没有完结了 到处都在传 学校里的教授啊什么 到处都在传 我那天在那吃饭的时候 政治系的系主任来了 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他说嘿 嘿 其实很不礼貌 你凭什么东西说 是我给你钥匙 我说你没有给我钥匙 给我钥匙是政治系的主任 他说我就是政治系主任 我说给你我钥匙的不是你 我是另外一个教授 他带我去政治系主任办公室 拿钥匙给我的 他说哦 哦 我记得了 前一届的政治系的教授 政治系的主任 他可能还有钥匙 他也没有说道歉 也没有说他就走 结果整个系里面 就这样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好几天 我就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被他们看成一个穷人 看成一个讨饭的 没想到这个是第一课 第二课在哪呢 这是一个Jedger School 他们是一个宗教学校 他们中间的40%的教授呢 都是教会的 穿的是教会的衣服 他们不拿工资的 他们拿来工资还给教会 然后教会又安排他们住在学校里面 他们控制了一切 我们这些教授是他们因为发展学校的需要 而招进去的 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态度 特别对我的态度 不是说对我们的态度 他对其他的这些教授的态度还好一些 但是对我的态度就是完全像对学生一样的 而且对我不仅这样的态度 而且对我的态度就好像 你能够在我们这吃晚饭 真的是你的信念吗 这种态度 他们打电话来在我家里 因为当初我住的是这个apartment 就是他们给我们临时租的这种单间房 或者或者是双间房 让我们暂时住两年 然后自己有没有可能买房子什么之类的 我们那个系主任 他每一次打电话来给我 从来随叫随到 随便叫我 不管我什么都叫我马上去学校什么之类的 他跟我太太 因为我有时候不在家或者怎么的 他有时候跟我太太打电话 从来不对我太太客气 就像对学生这种 比对学生的态度都不好 就是这样的对我的态度 后来呢 他希望在他的旁边 去主任旁边开一个办公室 我正好在他旁边 他就说 我能不能在你这个办公室 把你的办公室变成秘书办公室 他让一个秘书在我这个办公室里面当秘书处 那时候那时候好啊 你把我放到哪去 他说我们没有房子 我们把你放在外面一个 限搭的这样一个地方去 这个不是在房子 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trailer 其实也不是trailer 就是一个没有隔热的这样一个设备的一个地方 他说我把你放到那去 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是个教授 我说我至少要有个教授的尊严吧 我说我的学生来到我办公室来 我不希望他们到我的trailer来 他说那好吧 我是很正式的告诉他 他当着所有的人的面 在学校里面说 你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吧 两天之后一个电话 说我们已经搬你的办公室了 你来吧 我去一看 他已经找了人把我办公室东西 全部都搬到吹了里面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决定离开这个学校 因为他们对我没有半点 对我来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半点 像一个对一个教授的 不给我起码的尊严 那么就这样 我就开始申请其他学校 那个学校呢 他为了不让我这样的人走 因为他们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人 他们还难招到 因为我是名校出来的 他们不希望走 他们把我的课每天都安排 让我每天都有课 这样的话呢 我要出去 那个interview的话 我要出去接受他们 那些地方对我的考试也好 这个机房 就是最起码的这种访问学校啊 去参加他们的这种访问的 这种最起码是呢 就不可能做了 于是我某一天就约了我们现在这个大学 当初好几个大学都要我去 我都拒绝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学呢 我还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对他不了解 因为我感兴趣的原因是 因为他是一个蛮好的城市 当初是我也说了 他也是那年工作中间最好的 或者从地区来说是 地区和这个学校合并起来 是最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就对他感兴趣 我就决定来了 我就跟学校里请了一个假 因为我没有一天是有空的 而这儿呢 只有星期五可以 或者只有在星期以内 星期一到星期五 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他们不会周末来做这种事情 于是我就跟那个学校说 那一天我请了一个试驾 我说我家里出了点紧要的事 我就到这儿来接受访问 什么之类的来找工作 那一天那个系主任就打电话 到我的太太家里来 核实我家里真的是不是出了事 后来我太太说 她其实是去找工作了 其实一个教授在美国找工作 是完全合法的 我都可以通知学校 我要去找工作 所以那一天我就自动的 应该有试驾可以走 但是那个学校就告诉我 我不仅骗了这个学校 而且我做了一件 非常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 所以学校里要给我一个警告 也就是说凭了这个警告 他们可以在我申请终生制的时候 我说过给我终生制 但是呢 他们没想到这里学校要了我 所以呢 我头也不会就走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当初的时候 请大家听下去 因为下面还有一段 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当初就在想 大概是这个教会学校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 或者是这个教授 他可能歧视外国人 或者是我在这一个环境中间 不怎么的 当然这个故事也没有完结 因为十年之后 我在这里教了十年书之后 有一次我去参加 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 在参加会议之前 那个学校有一个教授跟我联系 他说我想在这一次会议上面见你一遍 我说好啊 他说我们还有两个教授那天也会来 我们见你一遍好不好 我说好啊 结果在那个会议上面 他来见我了 他说我为什么要见你一遍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你走了之后 我们的学生非常想你 你走了之后 我们另外招了一个叫亚洲史的教授 然后我们这个十年中间 他用一句话跟我说 他说我们十年中间 我们这个亚洲史这个专业的教授方面 就是chaos 意思就是整个的就是混乱 学生非常不满 当然我也不去说了 这个人后来离开了这个学校 好像没有拿到中生制 他说我们其实后来你走了之后 我们很后悔 我们当初没有制止那个系主任 我们当初一个站出来制止他 他说这个话 其实我也很感动 但是我已经离开了 而且另外两个教授也跟我说这个话 我很感动 其实但是我已经离开了 下面我要说我离开了之后的事 我以为我离开了这样的学校 我来那个公立学校就没这事了 我想错了